新高六呎三吋的李Sir退休十多年 作為首位擁有大學學歷的一哥哥 他行事為人, 帶有一點餘長之風 今天他又如何檢閱自己的警隊生涯呢 這裡有幾張照片 對, 這些就是體能訓練 這個蛙艇機是很先進的 我們的年代沒有 就是掌上壓、設置、引體上升 其實很辛苦 當時你可以做到多少掌上壓 掌上壓沒有一定的要求 但當時我30下都可以 但引體上升是很困難的 是嗎 所以現在引體上升的要求也改造了 改造了壓力器 尤其是人高大 要拉上去七次 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所以要慢慢改造 這些都是旅學景的訓練 做設置 這張照片有你的 為甚麼會有的 有你的, Sir 這個是… 這群穿綠色的 是… 警察來的嗎 不是, 是政務官 現在政務官要進入警察部受訓嗎 也有很多年, 他又不是正式受訓 他們有一個叫領袖訓練班 是給政務官的 我會有一個叫領袖訓練習 對, 謝謝 今天非常感謝你接受我的訓談 你是不是像很多小朋友那樣 自小已經自願地做警察 不是 其實我小時候都想不到自己會做警察 怎麼會入行的 有段估計的 是嗎 因為我打籃球 我讀書的時候,尤其是在大學 我是大學籃球隊成員 當時我們籃球隊的教練 叫潘克廉先生 他也是當時警察籃球隊的教練 大概是大三…大三 潘先生跟我說 你有興趣可以幫警察隊一起練球 所以我在大學三年級 開始幫警察籃球隊一起練球、打球 你不是警察也可以參加嗎 對,那個年代不是警察也可以參加 認識了警察 也慢慢知道警察的工作 所以兩年之後畢業 1972年,我就投考警察 你當時入職只有千多個幫棒 對啊 你有沒有想過自己會當一哥 從來沒有想過 真的 其實我剛才說過入職 原因是打籃球 其實入職後 目的也是打籃球 因為我打籃球 但做得一直做 就開始對警察工作有興趣 知道警察的重要性 一步一步做下去 大概過了三年左右 就決定用警察作為終身的職業 但也沒有想到 會做到警務處長的階級 因為整個警隊只有一個 做警務處長而已 是的 那個年代哪有這麼大的上頭 做好工作就是這麼簡單 我很有興趣知道 為何會選擇你為一哥 為何會選擇我 你問我便沒用,因為我不是自己走出來 當然當年也是根據評審的經濟 即是經過陪伴、經過選拔 覺得適合,就選擇我 但我覺得我進升警務處長時 我已經在警隊做了30年 警隊裡大部分的同事都認識我 對我都支持 我覺得這是成為警務處長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你帶著那幾萬人 若有人支持你 你的工作就肯定會搶順很多 當然 李Sir最為人熟悉的 就是擔任1997年 香港主權移交的保安總指揮 說起當年,他還溺溺在目 當時若你記得社會上還有很多聲音 覺得主權移交之後 會否自由會受到限制 新的政府會否對一些異見人士 會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很多聲音 所以在主權移交的那段時間 就有很多不單是本地的團體 有很多是外地來的團體 都想值個機會表達他們的意見 當時我負責要統籌這些活動 其中包括要跟一些當晚 要在現場附近示威抗議的人 要做好好的安排 我也有跟他們接觸 大家都談妥了 當時大家同意在會議展覽中心 對開,即英軍中心外面的空地 巴士站那裡 找了地點給他們 表達他們的意見 如果大家對那個地方認識 就已經很接近會展 你整整個石頭也扔到會展 對… 我也跟他們解釋了 這個儀式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大喜事 亦是一個很嚴肅、很莊重的場面 希望他們不要有挑釁的行為 當時大家都同意了 但當晚有一批人 就抬著炭黑車、一些道具 要操入會議展覽中心 當然我們不容許這樣做 他們用抗音器大聲 破一些抗議的聲音 有人投訴說外面吵得很嚴重 我就在現場 大家想想,是否將這批人拘捕了 或拿走他們的抗音器 這些一定會有衝突 對嗎 大家都不想看到有衝突的場面 全世界各地的傳媒都來了 準備拍攝這個整個過程 我記得當時有人建議說 不同聲音各自表述 我安排了一些同事播放音樂 去調和一下氣氛 我曾經考慮過用警察樂隊的音樂 但現場告訴我,沒有 只有兩首歌曲 一首是Carmen Carmen 即是西班牙歌女 沒理由找Carmen這首歌曲 對… 另一首是貝多芬,第五交響樂 很自然… 貝多芬就上榜了 這是夜景年後的秘聞 終於揭露了為何會有 貝多芬,第五交響樂 我以為你早就準備好了 早就想好了,就不會播貝多芬